国军者实战化射击有三种姿势 而且都是用这个九栋板来进行搭板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九栋板其实可以用其他的姿势来射击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退役时官Limon 示范如何靠九栋板演练不同的射击姿势 灵活的身手更能应用在险峻的战场上 用的九栋板是非常用的 因为它从站起位置到站起位置到站起位置 民间在十年前就引进这套训练方式 并且开放民众报名体验 陆军则是在去年才开始研究实战化射击 今年全面实施 非常棒的一个进步 只要有愿意往前走这一步 我觉得它对实战化的这个 我们以前的诟病都已经会改变很多 因战场形态改变国军与时俱进 目前陆军推出的实战化射击 用卧柜力三种姿势各打12发子弹 左把要命中六发 中把四发 右把四发 并且在105秒以内完成才算合格 这样已经算一个基础 应该算是稳扎稳打了 但是我相信未来应该会一直在进步下去 其实它的训练负荷度其实会一直增强 陆军打把的六发装子战已成过去式 但在涉及训练改革适合作战需求的同时 也必须培训更多专业教官 甚至吸收国外经验才能让这项变革 真正增强国军战力 华语新闻送据李鼎强 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